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 上星期三冲入国会大楼 意图阻止以场内的大选认证程序 期间和执法人员爆发激烈冲突 造成多人死亡 而这场暴乱事件余波未平 众议院民主党人史无前例在昨天再度提出弹劾特朗普 理由是煽动暴乱 但距离特朗普的任期只剩下大概一个星期 现在弹劾他的意义何在 今晚我们就请到了悲斯大学教授 为我们详细分析一下 悲斯大学政治学教授Maxwell Cameron表示 虽然特朗普来最后任期1月20日只有一个几星期 但众议院民主党人再度提案弹劾他是必然的 他涉嫌煽动支持者的行为应该得到惩罚和制止 这是世界上最弹势的办公室 人员执行这个业务 控制了核心的反应 我们不认为特朗普将在其他日子进行更加弹劾 Cameron教授表示 另外一个弹劾特朗普的原因 是希望能阻止他在未来再度参加大选 而悲斯大学政治学另一位教授 Allen Jacobs的看法就一致 他认为弹劾案应该不会令特朗普在最后任期提前卸任 原因是参议院启动调查 和进行弹劾审讯的机率偏低 但预计审讯会在他卸任后展开 and so the Senate trial can't really be a process that's deciding whether to remove Trump from office there is a second vote that the Senate can take around prohibiting Trump from ever holding federal office again and so the way this would work is that first there would be a vote Jacobs教授表示 即使最後參議院成功定罪特朗普 並通過第二次投票 只能禁止他再度擔任聯邦層級的公職 他亦表示 眾議院民主黨向副總統彭斯施壓 引用憲法第25條修正案 剝奪特朗普總統的職權 應該不會成功 今日的政論中環就說到這裡